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二 我一定要吃饭 节后返程 您的行囊是否也装满了家的味道 带回来的年货 满满一箱子 客家风味小吃 玉子包 是怎样做到外皮筋道 馅料鲜香 我的家伙在我心里了 随时想到随时叫 河南名菜 肉丝带底有三狠 到底狠在哪儿 清爽美味的炭鸡蛋 配上绿豆粉皮 一口吃出家乡味 就你一吃吃就是咱们河南的味道 老家伙出来了 离家千里 家味也能伴您远行 刚刚过完一年 我相信很多人在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 尤其是要去远方工作的人 一定会在自己的行李箱里面 装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把它定义为家味 也就是说我们得带着家味 去自己工作的城市 带着家味去远方 我真的特别好奇 不同地方的人 到底她箱子里装的那个家味 是什么 带了很多妈妈和家人们准备的 一些当地的特产石子馍 像冬天啊 早上起来 可以吃上一块这个 然后喝上一杯牛奶 就好了 这个油麻叶是我们过年啊 当地基本上每家都会做的 是那种酥酥脆脆的 这是一整只的酱鸭 黄驴香 产生很多小学院的特色美食 都需要靠它 还有我们家的粽子 这个粽子也是家人特意包了的 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了 满满一箱子的当地的特色的食物 豆角 冬天的时候炖肉特别好吃 这个黄豆 每一颗豆子呢 都是我妈妈亲自挑的 所以你看看满满一箱子 都是妈妈和爸爸 他们满满的爱 原来每个人的家味是不同的 但是我相信它背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 就是温暖 家里味道的那个记忆 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到现场这两位嘉宾 带着什么样的家味来 欢迎 嗨 大家好 欢迎 谢谢大厨 今天带着家味来的 对 这个我认识 咱们大厨老家是哪里的 一看就看出来 这是我们河南特产绿豆粉皮 那您这家味就是没带 知道 您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这回头一看 是是是 我的家味在我心里了 想做什么 随时想到随时叫 也就是今天把家味 直接在现场做出来 对 家味可以是一样食材 也可以是一道菜 嘉宾用市场方便购买的食材 让自己无论身处何处 都能随时品尝到家味 他究竟会用这些普通食材 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独特家乡味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您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流亚 吴雪鹅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南的李广瑞 一个是在我们的中原 然后一个是在东南方向 是吧 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味是不一样 那今天谁先做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的是 是我们当地的一道图特坛嘛 是用芋头和木薯粉来做的 叫芋子包 啥 芋子包 芋子包还是芋子包 芋头 芋子包 对不好意思啊有方言 不是这个方言也是家味的 一个典型的代表 是吧 对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芋头蒸熟 这个是芋子 对芋子 我想问一个问题 芋子长大之后 为什么就变成了芋头 这个小芋头可能不是 它就是这么小的 是吧 它就是这个品种 它是长不大的 对对对 是吧 我怎么一捏这个 是刚里面弄熟的 怎么弄的 因为这个就是连皮 然后洗干净以后 放到蒸锅里去蒸 差不多20分钟 对要蒸熟 它要熟了以后才可以 皮特别好 这个要撕皮吗 要要要 是吧 特别好撕 这就是你的家味啊 这只是腌材料 是吧 家味的腌材料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嘛 这个是可以先蒸熟的 然后现在我们给它热一下 因为待会儿要 跟这个末熟粉 是需要用有温度的气火 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颗粒的 给它融化掉 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 蒸芋头的功夫呢 可以把这个馅料先炒熟了 有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提前备好的葱油 为什么加完油之后 还要加几滴葱油 因为这个也是起到一种 叫提香味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 就是咱们家的加味 还是当地的 当地的 吃这个都会要有这个 这个油炼起来是有功夫的 对 它 对 要控制好火候 不能让它烧焦了 烧焦了吃的话就会苦 那你这个你怎么做 跟我们说一说 葱油就是要买那种叫小葱 然后我们只要前面的那一段葱白 切碎了以后 等油温到高一点吧 但不要冒烟的时候 把这个葱白放到锅里 到那个葱白变成有一点点黄的时候 然后关火 再倒一点生抽 这样子的话 然后就立马倒进这个碗里就行 但是不同地方的葱油要求不一样 你比如说上海的这个葱油面 它那个葱还是要糊一点才香 南方一些地方就是要求 就是要那个鲜味在 不能糊 不能糊 你看我们山东放那个葱烧海参的时候 那个葱真的是要弄糊的 葱香味才能进入到那个海参的里面 它的这个馅很有地方特色 对 它这些有这些海鲜的这些干货 还有当地的笋干 那咱们有那么多新鲜的海鲜 干嘛用干的呀 如果是新鲜的话 它没有这个油鱼的香味 只有那个油鱼的鲜味 没有香味 然后我这边再放一点点这个五花肉馅 为什么就这么多的加味 你觉得这个能代表你的加味让你带到远方 因为你看这里面比如像笋干呀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会想吃的一道菜 嗯 我需要点生抽 你这个香菇还是个鱿鱼啊 太香了 对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咸鲜口 但是相对清淡的菜 对 这算菜吗 不算菜 它也不算饭 它到底算啥 它这么多年在你们老家都没个定位吗 对 但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远方的游子 如果回到了老家的话 桌上会必有的一道 一道什么 它吃完了会让你有很好的饱腹感 好 好了 馅是好了 不要小看这么一口 真的是山珍海味融为一体 嗯 对 咱们现在闻这味道特别香 然后用我们陕西话就有了底恨 用贺南话是 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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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咱们龙眼话 哇 够香啊 够火炸 啊 听不懂就非常香 非常好吃 我们三个地方的方言只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哇 身上的都不一样 好 我们的义头可以出锅了 我们现在把义头外面的皮要处理一下了 大厨有什么办法 能够我们在剥它的时候不烫手 我让大厨自己来剥 对 剥 有什么方法吗 就是滴溜着 我看有的是转着剥 转得越快它越不烫 嗯 然后把这个义头它有的地方会发硬的地方 要给它处理掉 那要不然口感不好 对 我们把这汤倒得差不多以后 把这个木薯粉倒进去 比例正常的话2比1吧 嗯 为啥不能直接拿义头呢 还要加木薯粉 如果说用义头的话它没办法 就和面啊 它如果是义头的话就不会成型 然后木薯粉的话它毕竟是淀粉类的 木薯粉跟红薯粉有啥区别 木薯粉颜色我知道是颜色比较重 地瓜粉颜色比较白 摸上去的手感是地瓜粉比较光滑 因为它纤维不一样 它这个木薯粉粉线呢比较 纤维比较粗 纤维粗 然后做出来的一般就是不能用于这个菜肴啊 这些只能用于点心之类的这些东西 用途不一样 质地不一样 对 然后这个货到三光 比如手光 面光 盆 盆光 它毕竟有一定的筋性啊 对 它就给它揉光了 就证明顺了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就是先搓成一个这样锥子型的 然后再用我们的手指头捧出一个洞 这可能有点像北方的窝头 但是馅料也不一样 但皮也不一样 我们还有玉米的 是 然后做完了以后 你看这里面是空的 这个皮可以 薄皮大馅 对 薄一点 你要封底吗 要 我们的包子是带这儿的 但是我们这个不带这儿 没有带这儿 这个是 我们的口是在底下 然后这样一个玉子包做好了 但是现在还不能吃 得上蒸锅蒸 好嘞 因为咱们木薯粉是生的 对 我来学习学习 你现在每一次 当自己要做的时候 尤其是 刚刚过完年要离家 然后一个人在外地 做她那个心情是不一样 对 因为每次想到要做这种 家乡的这种味道的菜的时候 我就会去回忆 想妈妈 因为原来我们小时候 都是妈妈给做嘛 然后我们也在回忆着 她当时的这种过程 通过这个做这个玉子包的回忆 其实你自己也越来越成长了 对 然后也会在做的时候 也会跟自己的孩子去说 当初我的妈妈做这道菜的时候 你看多么的麻烦 传诚也算是 这个玉子包 你看它形状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圆形嘛 不是那种纯圆形 它有一个叫团的过程当中 对 是不是 为什么说是逢年过节的 餐桌上必有的一道菜 可能就是意义着大家团圆吧 辛苦之后我收获的食材 我可以放在一个食物的皮里面 是吧 这也是食物的团聚 也是象征着人的一种团聚 是是是是 包罗万象 就把一家人一年的所有的故事 都包在里面 对 开火 开火 我们正常开火 15分钟20分钟就行 开锅我们20分钟到了就可以了 哇 他们这变得好可爱啊 做的时候有的纹路嘛 蒸完以后是非常光滑的 嗯 那咱们尝一尝 哇 你看 它就是由内到外的那个油汪汪的那感觉 嗯 那吃起来不腻哦 那吃起来不腻哦 然后现在吃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种很香的 对对对对 你在你嘴巴里面然后从到鼻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用木薯粉和义头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蜜蜂性特别的好 这样的好处就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对你香味就 在家蒸的时候没有邻居被香进来 但真的咬开之后超级香 还有那个海鲜的那种香味 还有那种肉香味 外表是糯的 然后嚼到里面是脆的 每一口都是爆出来那个鲜 然后胡椒粉的辛辣 然后加上那个葱油的香全都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吃的这个一纸包其实就是我们吃到了家的味道 过完节了我们又要返回自己的上班的地方了 那可能就会把这种家的味道呢带走 然后想吃的时候或者想家的时候 想妈妈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拿出来吃一下 风味独特的一纸包又香又好吃 将蒸好的一头做皮 加入调好的馅儿 包好蒸20分钟就可以了 其中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掌握 第一个重点是一头做面皮 要加入末熟粉 面皮更有筋性 第二个重点 馅儿料要用甘蔬海鲜 鲜味会更浓 我们这个菜还有一个特点 叫三粉 定格不定式 书以年踩量实 也可以量到人吃 中原人民热情 一道菜能把你吃空 那您接下来跟我们做什么样的 就是您觉得您心目中的家伙 因为您带着这个粉皮来了吗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叫肉丝带底 啥 肉丝带底 这是我们河南的一道名菜 没听过 这个菜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文化 它是一个冰雨前置的 这么一个古汉语结构 应该就是说底带肉丝 底现在已经有了 肉丝盖在上面 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菜是我们河南的一道 家家户户都必吃的一道菜 要不然您用河南话给我们介绍吧 用河南话说 那说我们那就是产这个驴豆的粉皮 说好的河南话 能错了不是 他这个驴驴甲 属于连采量池 也可以量在连池 就是夏天 它可以量着吃 冬天它可以惹着吃 口感是比较紧刀 比较口碳的 烤东西搁一块 而且不分季节 我总有办法让它变得好吃 没错 我们先把这个粉皮要泡软 你像这干的泡 多久能泡成您现在这个状态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这个粉皮最好不要用温水泡 粉圈状的东西 预热它容易粘 它那个口感就 不是那么爽脆的 咱们今天吃这个冬天版的吧 热的 今天吃个冬天版的 嗯 这个是用绿豆粉圈做的 和那个红薯粉条 它们差不多 那为啥不用红薯粉做呢 红薯粉做出来 它不会晶莹透亮 它这个绿豆粉呢 晶莹透亮 绿豆还有清热的功效 它那个红薯粉做出来 那个比较发黑 没有这个好看 嗯 今天呢我还给准备了 辅料 木耳丝 红楼丝和黄瓜丝 还有这个鸡蛋皮 我们今天做一个 五彩版的肉丝代底 我们如果是不喜欢吃猪肉的话 可以羊肉丝牛肉丝都可以 哦 都行 对 所以这个菜虽然说是 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方菜 名菜 但其实是家家户户 可以有自己家门的做法 对对对 我们这个肉丝代底呢 定格不定式 它定格定格在这个底 一定是这个芥末粉皮 凉拌的 不定式呢 就是上面的肉丝 今天我用的是芹菜 我们可以用酒黄 如果您喜欢吃豆角 也可以用豆角炒 也可以用蒜塔炒 嗯 所以这就叫定格不定式 嗯 我们这个菜还有一个特点 嗯 叫三狠 三狠 三狠 醋 芥末油 姜油 做菜的时候放的 比平时凉拌菜要多一点 永克那话说就是 酸的狠 酸的狠 冲的狠 冲的狠 想的狠 这就叫三根 这个咱们这个中原人民热情 一道菜能把你吃苦 对感动了 对 哇这个您又准备啥色呢 这就是刚才我介绍的这几种 今天做一个五彩的 哇漂亮 增加它的营养 拿个盆子把它捞出来 来 天还是比较冷的 粉皮呢就不用再过凉水了 我们今天就热吃 这个就是那个绿豆粉皮特有的精英剂头 对 用别的粉皮就没那么透 没那么亮 现在呢我们要拌这个粉皮 这个是香醋 大概有个什么比例没有 根据我的行情 跳个三根来这回 是吧 今天炒个三根来 甩里痕 来点香油 对 香里痕 这个是香里痕 这个是香里痕 加香油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好饭 对吧 它容易就刀刀开 好下面放这个宠了痕的东西 宠了痕 这是什么 肩膀油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看 感动了 感动了 我试一下 是吧 你来 怎么样 就一下 空 空了 空了 太空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底给做好 这个整体是香里痕 宠里痕 还有个啥里痕 我都已经被它给臭忘了 好我们再放一点这个芝麻酱 会增加它的口感和香味 下面呢我要炒这个 上面的就是肉丝了 我们这个肉丝要提前稍微腌制一下 放点盐 胡椒粉 我们的生抽 好一点 好 然后呢我们放一点鸡蛋液 然后我们把这个肉丝抓均 要让这个底味入一下 为什么不要滑呢 它这个肉丝更滑呢 还不影响颜色 加蛋黄最容易有颜色了 这个什么油温进去的 这个稍微凉一点的油温 它滑出来以后 让它慢慢升温 把这个肉丝养熟 它这个肉丝是滑嫩的 口感不会那么老 要不然就是它 咔嚓一进去之后 就不成条了 对 是吧 这道工具叫什么 滑油 然后呢我们就 炒芹菜 炒芹菜 给它提前焯水的 对 来点老抽 再来点生抽 来点香油就好了 你看我们这道菜 其实比较重香油的 对对 这个炒肉丝呢 一定要带有这个汁 吃的时候一会儿 我们把这个再一拌均 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吃呗 我再给你做一道粉皮的菜 做个家常版的炭鸡蛋 炭鸡蛋粉皮 对炭鸡蛋 我们一起吃 行 一会儿吃吧 可以 这个是咱们家的家味呢 还是说是咱们在当地 就经常这么吃 当地就是这么吃 然后我们把这个鸡蛋调一下 放点盐 然后把它打散 我们现在把这个粉皮和这个肉 要煸炒一下 把这个粉皮要炒得软糯 摊鸡蛋的时候就更好吃 好 这是不是有故事 在我们当地人特别喜欢吃这些粉条 或者粉皮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着办法 反正做的就是不能单一了 然后把这个蒜蓉呢 就是用刀拍一下做的大一点更香 对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水 要把这个粉皮煮一下 要加生抽 调一下味 放点老抽 把那个颜色调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粉皮切成小块 让它给微透 完全不用勾芡了 不用勾芡 让这个粉皮把这个汤汁吸得饱满一点 口感更好 吸进去是有厚度了 对 好了 这个粉皮已经有香味了 闻见了吗 嗯 现在准备摊鸡蛋 我们要在这个锅里加油 把锅底和这个四壁上都均匀地加上油 现在我们要把鸡蛋倒进锅里 要摊圆了 这个是技术货 其实在家里面摊得没那么远也没事 是 我们要留一点蛋液 把这个一会要加到这个蛋液里面 明白了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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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大叔 这个蛋液要混合到这个粉皮里面 它那个一个是能均匀地受热 一个是这个粉皮这个味道很好的融合在鸡蛋里面 不散 对 可以一下就估住了 对 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这个加到这个里面 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 哇 这是一个鸡蛋比萨吗 挺好 把里面这个粉皮摊得稍微还可以有一点焦焦的 焦焦的 成了吗 重不重啊 重了 带紧 好了 我们把它改一下刀 这样吃着更方便 横盖劲 来给它分一段吧 哇 酸的痕 冲的痕 冲的痕 想的痕 想的痕 等于叫三痕 很通透 喝酒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带紧 带紧 种不种 肉丝 汤汁的味道融进去了 融进去了 但是爽滑 有凉菜的那个清爽 又有热菜的那个厚种 看看这个鸡蛋里面 这个粉皮的味道 特别浓 这个好啊 好滑好看 也有那个蒜姜的味道 也有那个肉香的味道 两个把粉皮的两种状态 体现出来 一个因为过了水之后呢 那个粉皮就更糯吸收了汤汁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咱们的鸡蛋当中 那粉皮在嘴里面 对 那个蒜姜体现出来了 就你一吃这个 就是咱们河南的味道 河南的家味 烙家味出来了 对 烙家味出来了 我们老在说 我们带着家味去远方 带着家味去自己 现在生活的那个城市 我觉得味道是一直在变的 不同人的家味味道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在家味背后 能体现到的那一份温暖是一样的 对 河南特色菜肉丝带底 味道好吃 做法一学 把驴豆粉皮切丝 焯水拌入麻酱 芥末油等调料 再放上用油滑炒的肉丝 就完成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 粉皮一定要拌上芥末油 才能使风味口感更有层次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醋一定要多放 才能突出酸味 风味更浓 家常美食 粉皮摊鸡蛋 又滑又嫩 吃着真过瘾 先炒肉丝和粉皮 最后放入打散的鸡蛋 再用烫好的鸡蛋 包裹住肉丝 就完成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 鸡蛋一定要打散 煎制时更要摊开 能使鸡蛋里的滑嫩粉皮 肉丝充分的结合 是不是就每次摸的这个烫手的 像于自己做的时候 就想到当妈的不义 妈妈以前做的时候 从来没说过烫 对啊 所以说你看每一次 当我们自己在做家味的时候 感受到其中的辛苦 我们就能想到 当妈妈或者爸爸 或者家人给我们做饭的 那一份心情的付出了 对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肉丝在底 这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 每次这个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所以我就把它带过来 作为我们的家味儿